移民律師杜米魯特因政治庇護欺詐 向移民局作出虛假陳述 在2018年11月19日被定罪 而聯邦地區法官對他進行了兩週的審理後 又新增雙重身份盜竊罪 在2013年到2017年期間 杜米魯特為政治庇護申請人 提交了100多份I-589政治庇護申請表 其中他故意作出虛假陳述 編造申請人的受迫害故事 違造客戶的簽名和公正宣誓書 以及他們的犯罪記錄、旅行記錄等 最終杜米魯特被判駐獄5年 一年的受監管下釋放 以及15.75萬美元的罰款 新唐人電視台 紐約記者站報導